大家好我是那個蔡文堅律師 那我目前是鎮陽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 目前擔任的是郭文智運動發展協會的常務理事 那我主要的可以協助協會的 大概就是一些法律文件的審閱 這樣子 我想台灣的球迷應該沒有人不認識郭文智這位王牌佐投手 那當然因為我跟他的年紀相仿 所以我從小有參加過那個 從學少幫隊一小段時間 所以我對棒球有特定的喜好 那當然對於這些曾經上過大聯盟的 這些有戰績的這些選手 當然會有深刻的印象 那至於跟他有進一步的接觸 是因為我們在同一個復健診所 對那在那邊認識的想過 我覺得其實如果我跟他接觸過 會發現他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霸氣 他是一個相對幽默 而且像溫暖的人 那最令我驚訝就是他自律的態度 對他在打球其實他是地久不戰的 那這讓我對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時候是跟小郭跟我說有這個協會 他想要成立 那他說目前協會裡面 並沒有法律相關的人士 那去問我有沒有意願說 就是無幾值的這樣翻任這個協會的 這個參加這個協會 那我當下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當時一開始說的是 對於偏鄉的一些球局的贊助 還有一些偏鄉小朋友的 一些棒球技術的提升跟指導 因為我們相信台灣雖然這麼想 但城鄉的察覺還是非常大 那比如說我們前陣子看到新聞上那個 澎湖的球隊或者藍魚的球隊 可能球具都湊不起 那因為我自己小時候打過棒球 我知道打棒球相對於其他的球類來講 是個負擔比較大的一個運動 就比如說你一雙丁鞋 一個手套 一個球棒 可能就要破彎了 那一般偏鄉的小朋友 不一定會有這樣的財力 那基於這一點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如果可以為台灣的一些基層棒球 貢獻一點點力 力量的話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毅然覺得加入 協會成立當天有講到那個 待用餐的 這個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公益的項目 所以我當然就覺得說 那當初選擇加入這個協會是對的一個 決策這樣子 說學齡兒童也許他的自尊心 是會比我們已經被在社會上 融臨那麼久的成年人來講 他是相對於比較容易被傷害到的 那藉由這種智慧QR Code 領取的方式 那就不會受到同才比較異樣的眼光 那我覺得這可以幫助到某些 自尊性比較高的學齡兒童 那也可以達到我們真的要把這個 愛心奉獻出去的這個目的 那我覺得 發想這個人的 真的是非常的貼心的 為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去做了這個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棒 其實律師作為一個在野法潮 他本來就是站在人民跟政府的中間 那可能在很早期的時候 律師可能就是對抗高壓統治這些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職業本來就是有一點公益性質 那再加上我們就是有一個就是那個 法律輔助基金會 那其實大多數的律師都會有加入這個 法律輔助基金會 那就會對這些收入比較少的當事人 提供法律服務或者說是到法院去當自公這樣子 這是我們比較可以做的一些公益的事項 公平正義的維護 當然相對的會間接就是促展 公益的實現 但其實說真的 每個人對於公平跟對於正義的理解不一樣 那如果有念一點政治哲學或者法律哲學的書就知道 其實公平跟正義光這兩個議題就可以好多人在研究 好幾本論文 所以我認為說我自己會覺得說對於公平正義的維護 間接的會維護到公益 但不一定是承證相關這樣子 我自己介意比較多的是刑事案件 我覺得刑事案件真的就是間接的就是影響了一個人的就是人生 因為沒有處理好他可能就真的進去做啦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受刑人出來出社會以後要在融入這個社會的機制上我覺得是還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希望他就是在多創幾個這種可以做愛心的協會啊 或者說把這個協會繼續的壯大 因為我們也真的很積極的在召集就是一些有資人士可以加入